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17日报道 包括密歇根州、特拉华州等14个州 本州的新冠肺炎确诊新增病例数 同上周相比出现了明显增长 其中有7个州疫情抬头趋势更为显著 密歇根州本州的新增确诊数 同上周相比增加了50%以上 排名各州之首 此外,特拉华州、蒙大拿州和亚拉巴马州 本州的新增确诊数也比上周增加了30%以上 美国国税局3月17日表示 纳税申报人截止日期将从4月15日延长至5月17日 以减轻申报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动荡的负担 国税局强调 额外的时间只用于联邦申报表而不是州申报表 因此,纳税人应向州税务部门核实任何期限变更 也不适用于4月15日到期的预计税款 这一天仍然是期限 美国国土安全局3月1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加美墨边境仍将继续延长封锁 至2021年4月21日 非必要禁止旅行 欧盟委员会17日通过一项立法提案 计划在欧盟内推出新冠数字绿色证书 以逐步解除疫情防控并恢复民众在欧盟各国的自由流动 该数字绿色证书将证明持证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或曾感染新冠病毒并已痊愈 证书有数字和纸质两种形式附带二维码 以保证其安全性和真实性 日本环球永城于3月18日开放其耗资5.5亿美元建造的 以超级马里奥为主题的乐园 这是游戏制造商任天堂有限公司 超越虚拟世界的一次正大飞跃 大阪的这个新增项目将使日本环球永城的特许精英权名单更加庞大 包括Minions和侏洛基公园 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青近日表示 中国民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将加快建设 到2025年 力争全国运输机场设计容量达到20亿人次 全国运输机场新增30个以上 要形成基础设施超前引领民航发展的态势 深入推进机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智慧机场 打造智慧机场